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流浪汉躲不到一间商店门口 想要看裸体雕像又不敢重大光明地看 只能一边偷看一边故作重派地看别的雕像 一辆车停在了卖花女的面前 这时流浪汉正好走了过来 看到如此美丽的卖花女 便掏出兜里仅有的一枚硬币买下这朵花 卖花女这么美 但眼睛却是蒙的 这让流浪汉很是同情 车子主人回来 卖花女听到冠冠声 说 先生 找你的钱 流浪汉知道 卖花女是把自己当成了车上的人 一夜里 流浪汉在河边 碰到一个想要自杀的有钱男人 告诉他 明天你儿依旧会歌唱 振作起来 勇敢面对生活吧 流浪汉被污上 丢到河里 妇人想要救人也掉了下去 两人上来后 妇人很感谢流浪汉帮助自己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跟我走 到我家去 妇人家里富丽堂皇 妇人请流浪汉喝酒 喝着洒着 喝着洒着 不知不觉 两人已经喝掉了三瓶酒 为我们的友谊 干杯 流浪汉身上是湿的 管家在一旁看着 不允许他坐在沙发上 妇人喝多了后 喊来管家 把我的劳斯莱斯开来 我要带我的朋友出去嗨皮 妇人拿出一把钱来 我要最好的雪茄 流浪汉分明点着了雪茄 可怎么也抽不到 就像身上讲 老是挠着别人 面条怎么吃也吃不完 吃着吃着 吃到天上去了 颇有一个男人 雨天小便 兮兮丽丽 从夜里到天亮都没结束 清晨 开车回家的途中 两人都喝醉了 流浪汉说 你会不会开车 夫人两手一探 嗯 我在开车吗 流浪汉急忙接过去 开车将夫人送回家 先生 我喜欢你的劳斯莱斯 夫人说 你喜欢 送你了 又碰到卖花女 流浪汉说 我们需要买一些花 夫人掏出钱来 拿去拿去 都给你 流浪汉买下卖花女的所有的花 便开车将她送回家 流浪汉说 小姐 我可以再送你回家吗 卖花女说 只要你想 嘉飞猫也出现在片场 将花盆推掉 砸中流浪汉 清晨的黎明 幻想一个不同的人 夫人醒来后 听到外面敲门 告诉管家 不管是谁让她滚蛋 我一概不见 清醒过来的夫人 翻脸不认人 对流浪汉视而不见 卖花女告诉祖母 我遇到一个绅士 她不仅富有 她不仅仅是富有 当天下午 夫人喝醉了 看到流浪汉 哦 我的朋友跟我回家 我给你一个happy的舞会 流浪汉不小心 把口哨吞了下去 打嗝都是吹口哨 只好跑到外面待着 次日清晨醒来 夫人看到流浪汉 大吃一惊 叫来管家 这是谁 把她给我管出去 流浪汉步步一步抗 拿了根香蕉就走了 卖花女今天没出来 她生病了 流浪汉决定去工作 帮助她 流浪汉去了保洁公司 清扫马路 把赚来的钱 拿给卖花女 买了很多蔬菜 还有一只鸭子 报纸上说 有一个维也纳的医生 为贫禽的人 免费治疗眼睛 你有机会 重获光明了 流浪汉看到桌子上 一封信 给卖花女念出来 房租22美金 明天上午戒日 否则 我们来收房子 流浪汉告诉卖花女 不要怕 我帮你解决 明天一早 我肯定把房租付了 当晚 想多赚一些钱的 流浪汉去了拳击馆馆 赢的人赢50美金 自己扮演输的那个 事后五五分成 没想到搭档被警察通缉 跑掉了 新来的搭档 不愿意大家全 赢的人 拿全部的50美金 流浪汉拼拼示好 可对方完全不理会 比赛开始 流浪汉躲在裁判后面 等着机会 上去就给对方一拳 还学着WWE一样 让对方扑倒 上来就占据了上风 一阵较量后 对方清醒了过来 流浪汉完全不是他对手 被对方打倒在地 50美金一分没拿到 深夜 流浪汉仍希望能帮助 买花女 碰巧又遇到喝醉的妇人 哦我的朋友 跟我回家 妇人的家里 躲着两个小偷 流浪汉问妇人 要了一些钱 就打算离开 小偷跑出来 将妇人打晕 拿走了妇人的钱 并迅速跑掉 警察从流浪汉身上 搜出了钱 流浪汉解释 是他主动给我的 妇人清醒过来 又翻脸不认人 流浪汉只好趁机跑出去 遇到警察小队 流浪汉说 你们来得真及时快 小偷就在屋里 然后迅速跑掉 流浪汉把所有的钱 都给了卖花女 这里是租金 我给你治疗眼睛的钱 卖花女说 我该怎么感谢你 先生 流浪汉说 不用谢 我走了 刚出去没多久 流浪汉就被警察抓到 关进了监狱 转眼到了秋天 卖花女的眼睛治好了 还开了一家体面的花店 店里来了一位 年轻富有的绅士 卖花女心里想 可能是她回来的 流浪汉从监狱出来 身上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 卖包的抱筒也欺负她 卖花女觉得她可怜 想要送给她一朵花 和一面硬币 流浪汉看着卖花女 卖花女对店员说 看哪 我有了一个仰慕者 当卖花女握住 流浪汉的手 她的表情发生了变化 是你 流浪汉紧张地 搅着手指说 是我 你的眼睛治好了 卖花女说 是的 我现在能看见了 紧紧握住流浪汉的手 满眼感激 尾巴 到底谁才是诚实之光 卓背林的喜剧 大都是小人物的滑稽生活 乍看是喜剧 戏看是悲剧 我在被流浪汉逗笑的同时 也在可怜她 她多卑微 那些生活在底中的人民 活得多艰难 看着看着 越看又心酸 到底谁是诚实之光 是那个刚刚助力的雕像 还是这些可怜的 怀揣爱意和善良的 被忽视者们 是谁点亮了 城市中微弱的光亮 是外滩璀璨的 东方明珠和东光秀 还是几座 有着辉煌历史的高洞学府 亦或是新建成不久的 迪士尼公园 逢年过节 这些著名景点 往往仍满为患 本地居民 外地游客 往来如知 络绎不绝 早上我去菜市场买菜 其实不是菜市场 当年的菜市场 早已被拆掉 现在从了一个 看起来很高大上的地方 只不过大门紧锁 门上都是英文 我这种底层人民 是不得进入的 现在买菜 都是在路边的小商铺 小商贩那里买 算不上种类齐全 但菜品却也新鲜 我是个很爱早起的人 基本上每天 和老头老太 一个时间起床 天还蒙蒙亮的时候 路边的商店 没有几家是开门的 但那些卖菜的 卖水产的小店铺 却已经很忙碌了 门头稍大一些的店 往往有自己的面包车 早上会拉来一车蔬菜 有的店铺 是从批发市场买来 有的则直接去南汇 拉过来 这些店铺和其他的不同 一般都需要很多人打理 收钱的 理货的 不断清理现场 赏新菜的 他们基本都是一家人 从老人到 还不会走路的婴儿 起得比急早 睡得比狗晚 一天都没得休息 当然收益也很好 足够养活一代家子人 有的店铺家庭 还买了较为昂贵的汽车 甚至房子 你经常都看到 上海老阿姨在店铺聊天 东聊西聊 不仅限于菜价 也会聊到孩子上学 照顾老人等等 店主时间长了 倒也学会说了上海话 说得也很好 生活就在这些 柴米油盐中度过 四季流转 有时候虾子很贵 有时候卤鱼很便宜 芹菜总是不新鲜 油卖菜上 永远被撒上很多水 我是个乏味的人 除了电影 唯一的爱好 就是做家务和烧饭 我好像很少见到 有人有这个爱好 在这些平平淡淡的 一日三餐间 我觉得城市之光 真的是被这些 底层人民 底层劳动者们点亮 他们构建这个社会的基础 与不同的人产生连结 每天 对这些小商贩的依赖 可能远远超过 对灯花明珠的依赖 年前的一天 在一个馄饨店吃饭 一个老阿姨问店主和店员 什么时候回去 什么时候开门 你们那里过年热闹吗 家里有几口人 店员们七嘴八舌说起来 要回家了 兴奋不已 店员们能记得住 谁要吃香菜 谁不要辣 谁要多一点榨菜 但同时也久不会忘记 孩子想要一个变形金刚 一身新衣服 一套新文具 一个新书包 底层人民 活得艰苦又心酸 可心中有期待 有梦想 有目标 生活便也精彩起来 你一个人知道 自己为什么而活 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心中有爱 眼中有光 抬头是天 脚下是路 从事之光 每一个底层劳动者 都值得被尊重 我会有点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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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